这个男主不得了 无意间拥有神级系统 还能触发撩妹技能 就在刚刚 小桃子看着小叶 表示就算天王老子来 也帮不了他 小桃子想象着 小叶家搬走的场面 暗暗窃喜 小叶则表示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还表示这家店 连主人也不会同意 而小桃子表示自己 和蔡总关系可好了 可殊不知蔡总 就在他身后 蔡叔亲切地和小叶打招呼 把一旁的小桃子看呆了 蔡叔看着一旁的垃圾 了解情况后 转眼看着小桃子 就准备收拾他 小桃子健壮 赶紧表示自己马上 把垃圾清理干净 蔡总让他带着垃圾 一起过 小叶连忙向蔡叔道谢 原来蔡叔是特地过来 吃繁星糕的 解决完小桃子的时候 小叶开始准备开业活动 下面的布克也是激动万分 可谁知道 小叶表示拍卖繁星糕 并限量出售 起拍价一百起 布克一时哑口无言 纷纷表示什么糕点 难道是金子做的 大家吵着就要离开 可蔡总心想 小叶不愧是他看中的人 有着经商的头脑 随即出价二百 小叶也是连忙送上糕点 大伙看着蔡总 津津有味地吃着 顿失口水直流 纷纷表示自己要购买 一时间喊价的人 数不胜数 购买后 大家心里没底看着繁星糕 就当他们吃下后 顿时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 纷纷表示这个前出的太止了 而此时一名键盘侠 再开始在网上抹黑夜时电 小微在手机看到后 随即拍打着熟睡的小叶 小叶睡意朦胧地看向手机 心想昨天还没出问题 今天没想到还上了热搜 随即想到肯定是小桃子搞的鬼 心想不敢光明正大比拼 却暗中玩音的 必须要让他吃点苦头 此时小桃子得意的 坐在夜时电内 调侃着小叶的父母 而小叶回来后 说是他在网上 发抹黑夜时电的黑料 随即表示他问题大了 系统提示 震慑心神 气势加一 当前等级入门级 表示他在网上造谣 要把他送人橘子 键盘侠立马承认 是小桃子指示 他这么做的 而他却不肯承认 女老大小齐便拿出证据 小桃子看着照片 哑口无言 女老大小齐 随手一拳挥向他 只见他们在地上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 一名警官走了进来 名叫小林 表示怀疑 他们俩犯了诽谤罪 请他们去局里接受调查 看着被抓走的坏蛋 小叶回头看了过去 原来是菜书帮忙 找了证据报了警 小叶也是连忙向他道歉 一旁的女老大小齐 表示自己刚才累坏了 问他店里有没有饮品解渴 小叶心想 正要研制一杯美味的饮料 随即就去街上买食材 边走边想购买什么食材好 小叶抬头看向远处 那是